彈二理書第二章第四十五節 你記看見非人手作出來的一塊石頭 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黎 那就是最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士給王子明 這夢准是者藥 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你要記著我們說到現在的宗旨 都是說你如何成為一塊石頭 讓神去削你 去刁削你 去削出天國的石頭 我不是說隨著你的喜好過你下半身 隨著你的軟弱扭曲的性格 情欲的性格過你下半身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不需要聽我這些分享 外面有很多說娛樂 說世界的教會 或是廣告 或是戲去教你 我現在是說 在我們人生當中 在我們自己的信仰當中 我們自己如何 在神被作出的石頭當中 我們永遠保持在這個位置 這是歷史上人類的王國 人類建立輝煌的政治王國 他們最後都會被風吹散 像康屁一樣 你不想這樣 你想成為這個非人手作出來的石頭 我想你知道 如果是神所建立的角度 你就不能夠干犯這個角度 你不能夠成為這個角度的敵黨者 你反而可以成為這個角度的參與者 支援者 代言人 都可以 但你不可以成為這個角度的敵黨者 但你想成為這個角度的部分 首先你不要說 神要幫你刁斷這些人 刁斷這些人 你要先給神刁斷 永遠一個大賊 是不能夠教導一群基督徒 去慷慨的 永遠一個犯奸淫的人 他不能夠教導別人 叫人可以守結心清 他不可以的 如果這個是非人手作出來的石頭 而這間教會當中 你帶領的弟兄姊妹 或者你幫的弟兄姊妹 和你同心的弟兄姊妹 都是非人手作出來的石頭 怎可能我們自己本身 是一個沒有宗旨的人 我們自己本身 是抗衡神的刁斷 所以你看到 原來第四點就是 當神刁斷我們的時候 有些東西在我們人生當中 一改就改到的 真的 即是吃煙喝酒那些 其實下意識你已經是 爭了喝酒 爭了吃煙的 有些人 但我以前曾經對一個 一個姓林的傳職 他相信了主我對他 他還是很喜歡酒 覺得喝酒是很好的 你看到這些便是下班 所以後來也跌倒了 但我想讓你知道 原來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些我們是改到的 一改 下半生你都不會再犯 但有些東西就不是 有些東西是違反了 我們自己長大的性格 有些我們窮 我們一生都不知為何 我們改不了 那些你就要建立一個宗旨 這個宗旨就好像 等於你成功的支柱 在一個非常之 露烈的河流當中 一個喘急的河流當中 你要建立一條橋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個 什麼呢 好打的莊 去建立一個好的支柱 使它能夠站立 找這條橋 我們在人生的紅樓當中 如果我們想繼續走到 這條永生的路的話 原來有部分我們改不了的東西 而我們知道會變壞的東西 我上次都說了 你知道你自己是那方面的軟弱的話 就在強壯的時候 建立一些習慣 建立一些宗旨 讓你一生都不要再犯 所以譬如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 現在我用這個方法 趙蓉基他用一個方法 就是他那個愛母幫他設定出來 就是 崔子實博士幫趙蓉基 每一次他出親愛的時候 就幫他設定 一定會有一群的長老 跟他一起 他不會說自己一個人 去住這些酒店 不會的 一定是有其他的肢體 跟他一起住的 而導致他不能軟弱 而實際上有一些牧師 他自己本身去美國 美國更邪惡 很多這些酒店 都有色情 上網的資訊 所以 很新的牧師 他也說過 他不像趙蓉基 可以有一群的長老幫忙 他自己每一次去到 這些酒店 第一步 就打開門 叫士仔 你搬出電視機 你搬出電腦 然後他才進去入住 見不見 一些在強壯的時候 建立的宗旨 是防止到你萬劫不復 你將自己 由天堂變成落地獄 將你身邊愛你的人 由天堂變成地獄當中 宗旨是很重要 但同樣看著一些人的宗旨 一些明明好的宗旨 你會看到一些人放縱 聖經明明教我們 我們有愛 我們懂得節制 但有些人 你會看到 他是違反愛 他在他的生命當中 在某些事情 他的軟弱 他以前做平信道的時候 他就有宗旨 但當他做領袖之後 就沒有了 那你就知道 這個人的期限就到了 即是期限就到了 大限已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 記住神是看我們的內心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你沒有辦法違反自然定律 神所做的生命 交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都是均等的 其實你違反了一些事情 你不懂得把一些宗旨 去到你成長之後 改善它 而不是拿開它 因為自由 沒有人管住 現在這個時候 任我做什麼都可以 事實上 我們如果是一個彎曲了 樹 我們這種輔助 我們身份值的東西 突然一次拿開 我們把這棵樹 立刻彈回原本的位置 它會慢慢轉回原本的位置 它會慢慢由變變地 開始變成灰色地帶 到最後完全變成邪惡的地帶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這就是我們每個人 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所導致我們 會有的一個現象 所以如果我們想我們的成功 我們跟從神 我們的聖結 是擁有了之後 讓祂繼續存在的話 宗旨就好像等於這條橋的支柱一樣 在一個喘吸河流當中 是讓你的成功 讓你的信仰繼續存在 就是繼續存在 沒錯 這個只是說你的人格 現在 我想你知道 當你來的日子 當中你建立繼神的天國 你所建立的可能是 你的一些的恩慈 你建立的可能是 你自己的一些的 事奉的一些的質素 那些是你生活上的一些的宗旨 一些的習慣 已經由宗旨我們稱為習慣 是因為那些已經成為 你生命的一部分 使得仍然保持著 包括連你身邊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人 不明白 為何到晚年的時候 他會很孤單 因為 他年輕的時候 很好先生 但是到了中年的時候 他性情大變 性情大變代表了什麼 性情大變就是代表了 這個人 一向用性格上的宗旨改了 有時候可能來自那個人的年紀 一些大的打擊 或者甚至有些人 突然成功了 有錢 你會看到那些人 不明白為何突然有錢 身邊的朋友沒有了 身邊的親人沒有了 甚至連自己的法妻 和自己都馬合神利 是因為 他們一向的性格上的宗旨變了 就好像在這個喘吉的河流當中 你將根基拆毀了 你身邊的朋友 我希望你知道 不是從小時候長大的時候 馬你怕 留在你身邊 親人或很多時候 是因為這樣 留在你身邊 沒有辦法 無論你多差 都是你爸爸 或者是你媽媽 或者是你哥 或者是你妹妹 但問題是 很多時候朋友 是你自己有某個性格的宗旨 或者做人的守則 慢慢去結集了一批人在你身邊 他們不是馬你怕的 而是在你身邊 所以如果你突然 性情大變一改 這些人就會自然會 跟你不友好 每次跟你口角 每次跟你口角 不如去找別的朋友 我現在說 原來你人生的成功 你的道德 你的性格 甚至 你自己有的社區的存在 都是因為你有一些宗旨 這些宗旨 我們未必稱為宗旨 你的習慣 成為你做事的一個守則 這些全部使得 你以前存在的東西繼續存在 既然他能夠使得 存在的東西繼續存在 他改善他的話 使得存在的東西 繼續改善地存在 這個就是用策略去看人生的人 是要知道的一個事實 而事實上這個事實是使得 神可以不斷加東西給你 而你救的不會消失 在你信仰成長和祝福成長的同時 神所給你的不斷是可以加 所以神通常會教導我們 在明白上加憎 我再強調 你在人生當中 性格上有些一改就改到 不用跟著 但有些人知道 是你性格上的弱點的話 你一挪開宗旨 你挪開 二人都不能夠有作為 但最重要的是 原來在策略上所建立的宗旨 導致你讓時間成為你的朋友 為甚麼呢 原來就是這種一致的現象 而這個一致 將會是你有生之年當中 從神得祝福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但以理書第二章 第四十五節 李記漢見非人手作出來的一塊石頭 從山而出 打碎金、銀、鐵、黎 那就是最大的神把 後來必有的士級王子名 這夢準是這樣 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我又沒有你的英雄 我每日年紀你發生 話語 全隨正悲慮 全身的靠演 擁抱懷慮 全身的靠演 堅決不捨去 神不勇發授 是老徒伴侶 給我 恩望順勢 終於半開年 找到什麼 遇到什麼 喜好 寶寶 展開年 勇敢 心 赤